国庆小长假 你有没有去寻找诗语远方的田野呢 小编的闺蜜国庆佳节之际飞去了日本 本来有玩的兴致高啊 热情似火 可走进当地的超市 看到水果价格标签 啪啪的一声哭了出来 一粒葡萄1296日元 折合人民币80元 闺蜜以为自己看花了眼 她的价格表上仔细瞅了瞅 没错 一粒葡萄人民币80元 日本的水果真的如此昂贵 是的 贵的离谱 两个桃子人民币100元 一个芒果人民币120元 一个水果礼盒人民币650元 如果说这个礼盒的价格可以接受 可是这卖到人民币920元的西瓜 是不是太夸张了 920块的西瓜就大惊小怪 一粒5万日元的美元鸡草莓 了解一下 5万日元约等于人民币 三千元闺蜜是个没有水果活不下去的狗客 在超市里转了一圈都没舍得买 那时的她迷茫 无助 彷徨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 而是我站在你面前 却买不起水果给你吃 想起知乎某用户讲过自己的一段经历 日本人A在某汽车公司退休后 到浙江台州的气配厂做总经理 大约在2010年左右 我跟该气配厂有生意来往 跟A有接触 我觉得很困惑 因为退休后选择留在中国的日本人并不多 我 为什么你会选择留在中国呢 A 我最喜欢吃西瓜 但在日本 西瓜很贵 并不能经 尝试到 哇 西瓜在中国很便宜啊 A 是的 在日本 我的梦想就是买一个西瓜 切开两半 然后汤匙扒着吃 到了中国 我发现这里的人 都是这么吃的 哇 你就因为这样留在中国了 A 是的 哇 想起了用西瓜喂猪长到900斤的新闻 日本人看到应该会心痛死吧 不瞒你说 昨天傍晚我下楼去买水果 小摊上的葡萄十块钱四斤我嫌贵没买 想必很多宝宝在出国之前 都带着天天吃大餐的想法 丝毫没有对饮食问题产生过担忧 可真正来到国外 尤其是日本 韩国 才发现 国外的瓜果蔬菜是真低不便宜啊 韩国特别小的一个瓜 9900韩币 折合人民币大约62元 如果有日韩朋友来找你 你跟他说西瓜随便吃 绝对是炫富行为 在韩国 菜是论片卖的 一包大概20片左右 1080韩币6块多 在韩国 猪肉100多一斤 牛肉300多一斤 国外的蔬果有很多都比中国贵 一比一 在日本 上次 我男朋友的哥们买了个哈密瓜 带到店里大家吃饭 想让服务员帮着切一下 结果厨师犹豫半天都没敢切 怕切快了 莫斯汗 想起了一家五口分一个芒果 还断言中国一定没有这种高级水果的故事 正是因为中国的水果 便宜又好吃 有很多人来了就不走了 而加菲的世界 你没有妞 我妈妈单位有个大爷 姑娘嫁给了日本人 那个日本人过年来的时候 被饭桌上买买了的各种鱼啊 虾啊 尤其我们这边大内海鲜比较多 水果啊惊呆了 后来向大家表示他明年还来 今年过年他确实来了 我嫂子是韩国人 嫁给我的主要原因是跟我哥来中国时 我和他妈妈天天盛乡 的水果给女孩搬去 女孩给家里打电话说 我哥家吃水果都是城乡买的 女孩一家都羡慕的不行 或许对于外国有人来说 中国的美 就在于这一勺西瓜吧 当然 中国不仅水果甜滋滋 又太多地方小吃 也是让外国人春春流香 流连忘返 对于外国有人来说 中国的一切美食似乎都很好吃 先不说被封闪的老干妈有多畅销 就连我们的麻辣烫煎饼果子肉夹馍 都能让他们乐不思蜀 小时候想长大去国外 长大以后我才发现 我只适合在中国 不用筷子吃饭 我就浑身难受 如果吃不到 糖包 煎包 煎饼果子 鱼打滚 粽子 饺子 汤圆 馄饨 面条 狮子头 油条 豆浆 刀削面 回锅肉 炖猪蹄 麻辣火锅 卤肉 川菜 月菜 桂菜 香菜 米线 烤鸭 脱豆腐 烧麦 手放肉 烤羊腿 烤红薯 小龙虾 糖醋排骨等等等等人生 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所以 还是我们中国好啊 地大物博 物产丰饶 想吃啥就吃啥 每天都沉浸在美食的海洋里 真是美滋滋呢 世界西瓜产量前十的国家 中国遥遥领先 想到这里 爱国情绪突然喷波而出 作为中华儿女的我们 一定要捍卫国土主权 一寸国土都不能丢 谁知道会有什么好吃的尝出来 来源 视觉之微信公号